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現在已經開始了 沒有要求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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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各位世界各地的台湾人大家好 我们再来进入两星期的国际证明自宪建国座谈会 很高兴可以看到大家 今天彭P有事所以他不能做主持人 所以由我来代班我会尽量做到含蓬佩变好 不可能啦 不过尽量 我们今天的节目很精彩 有两个全体演讲 然后有十个人来加入 我们可以来做评论 希望我们可以把建国证明 阻言的理论越来越清楚 我们这两个全体演讲 第一个是曾淼宏博士 第二个是范曾昌医师 两个人的内容都很精彩 曾淼宏博士的那个 是要说从兵力调派的角度 看中共有没有能力侵犯台湾 这是很精彩的 我们英国也要跟我们说过一次 我们见面听后就信心大增 我们现在就听曾淼宏博士开始来跟我们说 他的军事知识来跟我们说台湾的情况 多谢 开始 好 来 各位尊贝 我现在声音大家听得对吗 有 讲 OK 好 我现在原来是要说以前 我们21世纪的做事 都要PRO的 PROFESSION 你一定要有PRO的角度 小弟我做二十几年的军林 我是台南理中比较比较比较 去到中情理港行义 然后呢 做二十几年的军林 月儿 从基杉的部队出来 月儿做到三军台 电脑中心最高主任退休 所以说我所讲的就是这种水准 请我们乡亲 可能海外的东乡没人做过 我这样做过 你做得这么久了 我以前是台湾独立党的主席 三年前我是台湾独立党的主席 现在那是以前的 好 我现在开始讲了 我的经事背景 好 接下来 好 现在我们从中共的兵力 调派的角度我们来看 中共人民解放金 一估只有230 根据战士年建 210万到230万 我们讲说230万好了 他人口红利230万人 事实上他的230万人 被平均分配到 东西南北中五大战期 每一个战期 平均分配是46万人 那请注意一下 西部战期46万人 专门要负责印度 还有东图结实坦 以及西藏这三大问题 他这个兵力不能调派 他只要一调派的话 东图结实坦 你在那边做一个 100万人的再教育集中营 东图结实坦 包括土耳其 一定会给你帮你耍 你这46万人 你如果他刷 刷以后 所有在地 在地住所的所有的金陷阱 全部完蛋了 所以说他这46万人 不能调派 我们再说南部战区 南部战区负责南海 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 现在外人在陷阱 所有区域 在陰南南海 全部都在陷阱 包括美国都在陷阱 你46万人 你也不能调派 你如果调派以后 外人一定 你拆了我多少的油田 我一定找你算账 好 那么中部战区 是保护习近平 北京的个人安全 他没个人调灶 北部战区 46万人 包括 内蒙古 外蒙古 以及朝鲜 以及苏联的问题 请注意 这46万人 打死也不能调 调离开 为什么 自古以来 灭完中国 都是来自于 北方的民主 苏联甘 现在 边界放了很多的大金 那他红金演习 两年前的红金演习 以后所有的部队 都还停留在这边 看你 如果出现状况 自古以来 消灭中国 全部都是来自 北方民主 所以说 每一个战区的46万人 都不能够 不能够被戳掉 你怎么可能 拿一个东部战区的 46万人 要直接 拜托 我和你说 好 要侵略 中共想武力换台 想血洗台湾 想留岛不留人 好 我们看电视台 他的入金 必须要搬到台湾岛上 入金 入金 他存在的意义 就是先是主权 占领 什么叫做先是主权 什么叫做占领 好 Next slide 当初 8964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中共邓小平 胡耀邦 从河北保定 把38斤调过来 38斤调过来 当初原军长 不愿意 不愿意用坦克车 干什么事呢 所以说 那个军长 原军长被撤掉 另外的军长上来 才干了什么事 好 Next slide 好 现在 河北保定调来的战车 进入了北京城 听他们 好 Next slide 好 再看 Next slide 来 陆军 宣示主权 占领 就是用战车告了 我问你 我们台湾 台湾海峡 你舰车 要怎么把它塞过来台湾 133公里 舰车前户五专 至少50公顿 50公顿 连普通的船都载不动 你怎么能够用你的战车 来压我们台湾人 想要武力换台 好 您次来 所以说 中共必须登陆台湾 才能够宣示 他拥有主权战 中共想武力换台 我跟你说 这是 中国国民党 甚至中国共产党 包括现在创营党的民进党 持续用中共要武力换台 你给我们架架台湾 架架架台湾 架架架架台湾 来 OK Next slide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正式的登陆作战 你中国共产党入全国家 想要登陆海潜国家 你最基本的 就是登陆作战 好了 当初全世界的登陆作战的 最好的教科书 叫做 罗曼帝登陆战 它有300万的盟金 盟金300万 而且集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有的资源 欢愿 好 您次来 而且 这种登陆作战 必须持续的征严 已经登陆的武力 要被持续征严 或者男生 而且如果有 discrete 所谓continual的持续征严 如果中间有产生 discrete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那你登陆的战役 会被彻底兼昧 是这样子 好 OK Next slide 好 中共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300万的门兵吗 中共有足够的登陆舰艇 以及航空器吗 好 Next slide 来 台湾海峡最短的距离 是新竹的竹南到福建 福建的平坦到新竹的竹南 130公里 来 两个观点 Next slide 当初若曼帝登陆的站 是发生在 英伦海峡的起点攻终点 也就是英伦海峡的最狭窄段 只有33公里 英国的多火到华国的加莱 我们台湾海峡133公里 130公里 你英伦海峡30公里 刚才我们台湾海峡的尾数 你没有 好 Next slide 所以说 你的兵力 只有东部战区的46万人 人家当初二战的路曼帝是 300万兵力 台湾海峡130公里 尾数刚好是 刚好是英伦海峡的33公里 拜托 你从登陆作战的专业角度去看 你怕是你的不可能 不可能武力犯台 不可能流导不流连 还是他们在持续恐吓台湾人 外国人 像外国的智库国防智库 他们所讲的 也是在提醒我们 物事敌之不来 事物有以待之 但是美国的智库 这本车是在2014年的什么 说不出来 美国智库 国安智库 中共 它的ROC2年 中共对台湾 纯粹的飞荡 及飞机的轰炸 不可能逼使台湾投降 全世界最强大的陆军 中国是陆军国家 三不过时 就要撩 撩北朝鲜 文南 他全世界最强大的陆军 蒙古帝国 我们来看蒙古帝国 的作战 他扫平 扫你到莫斯科 这里用的部队 来 来 他们在打日本的时候 陆全国家 打海全国家 他把所有的部队 调到釜山这边来 好 1274年 1274年 直接聊过 日本的福岗 被台风彻底煎灭 问过 不要打死 打死下去 来 经过七年的疗养生息 1281年 他们先翻过朝鲜海峡 进入这个岛 然后再翻过对马海峡 经过伊齐海峡 进入福岗 他一步一步来 还是一样 就像现在有人讲说 中共先进入澎湖 澎湖完之后再进入台湾 他们1281年 这波蒙古帝国有玩过 也是彻底被歼灭 被日本歼灭 对啊 你说日本小鼻子小眼睛 小日本 你看 日本就是把全世界最强大的 入金 蒙古帝国消灭 你中国 你现在有这么全世界最强大的入金吗 我是没在给你信道了 OK 而且中共的武器相当有问题 尼日 我现在这个新闻是2016年9月19号 汉河杂日所讲的 尼日的空军 买了12架的J7骁龙式战斗机 已经坠毁4架 塔麦隆买了中国的4架 5直10的攻击直升机 号称是Apache同级的 也是一样 四架摔了一架 最伪力 接近30% 中共的所有的武器装备 在江泽民执政的那个时代 懵生花大财 全部都贪污舞弊 研发的也都贪污 里面打仗也会贪污 里面在外面也能贪污 我当军人为什么不能贪污 整个都是贪污的空气 的那个空气 所以说他们的专备参考 OK 你看他们的海军在海上远袭 大风浪一进来 把那个船舱打破 还在用脸盆摇 我们看这边这个象牵上面 这个还在用脸盆摇 这种海军是19世纪 20世纪的海军 这种水准 还想鼓励换台 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买台湾不如骗台湾 OK Next slide 好 中共如果想打嘛 我们用我们用pro的角度 我们用专业的角度 想打 想打那个 你知道有登陆键吗 中共想打登陆站 好了 全世界最优秀的乌克兰籍的 野牛籍的灯 气垫登陆键 这种 一样再 好 这种登陆键 他买了三到五台 他们想透过逆向工程 去多做个50台 来我们看一下乌克兰野牛籍的气垫登陆船 好 Next slide 乌克兰的野牛籍气垫登陆船 排水量55吨 可以换三辆主战坦克 八辆两栖坦克 加上500名武装士兵 这一台 好 我们看Next slide 他的战力是全世界最优秀 好 Next slide 好 他的最高速度63节 最高速度63节 也就是 每小时 也就是 急速每小时 116公里 他至少野牛气垫船 我们看天气 如果浪高两米以上 他会严重失速 而且野牛气垫船 不适合南海的远航 远航不适合 133公里 设计的目的 是用于内海 内河海峡滩 海峡 他说的海峡 不可能是133公里的台湾 而且 台湾海峡出现 两公尺以上的浪高 178天 所以说你这50%的天数里面 你不可能给我用野牛气垫船 弄 然后 超过10公尺以上的 40天 所以说他要武力换台 只有清理台湾 365天 只剩下65天 可以打 而且 以他这种速度的话 包括人眼近仓 在海峡逗留 至少要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内 台湾海峡 是全世界 飞弹密度 仅次于以色列的国家 你在海面上 制空两个小时 刚好让我打靶 我们的陆海工三金 雄一雄二 全部杀出来练习打靶 赤针啊 什么什么全部都拿出来打靶 所以说 好 我们再讲回来 中共的昆仑三级的舰 长白三级 他们自治的昆仑三 长白三 多伟大 多伟大 好 他也在台海至少要自流 最大急速 每小时46.3公里 如果最大急速的话 你如果船最大急速在开 你开个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跟你讲 一定能够 你的车子 你急速去开的话 你敢急速开吗 你一定会放慢速度 不然 在台自有两个半小时 你最高急速 一定能够 能够在海上 刚好变成一个 一个打靶 靶器 不动的靶器 他能够带 一个合成营 四艘726型的气垫登陆船 甲板上同时两架 5直8的直升机 几乎总还能容量两架 好 我们看一下 他出现了一个 726型的气垫登陆艇 台湾海峡 绝对不是一个 他说可以带一个合成营 台湾海峡 尤其打台湾 台湾绝对不是一个 营级礼级以及金团级的兵力 可以吃下来的 要能够吃下来的话 麦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不用跳脑战术 跳过台湾不打了 好 这边出现一个726型的气垫登陆艇 Next Line 这就是726型的登陆艇 我看带一个连都超过了 这是美军的 中国也在自制这种 726型的登陆艇 登陆艇 这种东西在一个连 我看在一个牌 或许可以 在一个连是可能吃力一点 这是美国的 这不是中国的 中国有的 都没有材料 这个要贪用美国这里 OK 你是来 而且这种726型的登陆艇 最多只能在80个人 可以在两栖步兵战车 我刚才会讲 入境存在的意义 你用战车高 最高航数 好 这参考 这个也只能在最多 我就说他在没一个人 Next Line 好 你看看 现在的小舰 你福建省张州的这个地方 发现新建的机场 我21世纪的作战 C4ISR都已经把你看得很清楚了 C4ISR 有关C4ISR的性能 因为这是我的普通论文的专重 我的专重 所以说21世纪的作战 跟20世纪 19世纪 义和团的打仗 打法完全不一样 你在部队集结的时候 我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我警告你 我向国际讲 你不用乱来 乱来我就要拿 所以说 台湾绝对不是影集 拟集 用袋袭脱袭可以解决的 を 如果说不合 你们卡定的去卖克拉射 你们就知道 OK 你知道 中共赶开第一枪 压垮中共这只骆驼的 最后一根道爪 就会是台湾 OK 你知道 所以说 从兵力调派的角度 中共根本没有能力侵略台湾 但是物是敌之不来 事物有以待之 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买台湾不如骗台湾 好 以下的投论片 就请参考 这是我今天的演讲 OK 谢谢大家 这样听得到吗 这个后面的就不用讲了 后面的就给大家参考就好了 就不用了 这个上次讲过 上次讲过 这是有关C4ISR的问题 这个东西就上次讲 好 那我的时间就交出来 我差不多讲了20分钟不到 如果谁要投影片的话 可以E-mail跟我讲 我再丢给他 好 那个投影片完了 OK 好 那我们第一节的节目 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节 但是进入第二节之前 是不是要进广告 有没有要进广告 有 已经进广告了 好 OK 现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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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折承建国 参上座丹会 所有对台湾关心的人 都有幸福看 很高兴 我们有越来越来越多人 在来看我们的节目 看了都会思考 我们很高兴 第二节目是由范增昌博士 他是企业管理博士 他的生活都很精彩 他甚至会唱歌 所以没得比较多 有surprise 我们现在就请范增昌博士 来给我们做一个演讲 范增昌博士请你开你的 听有吗 有听 周会长江爸爸 各位前辈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power and money matter 用企业管理的方式来讲 我讲的顺序是由美国现状 带到台湾现状 台湾近代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台湾要往哪里走 我个人的结论是向前看 一定要台湾独立公投成功 然后台湾才能独立 如果要维持现状 必定会成为第二个香港 Next slide 去年3月 美国武汉疫情爆发 到今年1月20号 拜登上任时已经美国人已经死掉40万人 在拜登就职满一个月的时候 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50万人 又因为这个疫情再加上2020年的总统选举 民主党为了胜选 利用疫情策划各种手段 邮寄选票 可以大做手脚 光是宾州 我们就知道有700万张的邮寄选票 我们的朋友收到有两张选票 有朋友说老白 有收到已经过世了 在天上也收到 所以这个投票处还曾经有这样 投票处全给拜登的票 比总投票的人数还多 那是天大的笑话 那去年11月3号 投票后全美开票的计票 到晚上11点时 川普的团队宣布公益胜选 但是六州摇摆州 同时停止计票 到第二天早上 拜登宣布胜选 所以支持川普的选民 一阵错二 事后共和党提出62的 Lowsuit 但是六四案法官不判 两案拜登胜选 可是因为不影响大局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那同时去年 因为午夜的时候 警察执法过当 造成使用假钞的黑人 Floid的上面 所以让民主党 及有心人士 大做文章 利用社会媒体 电子媒体 来颠倒是非 到处用所谓 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蔡大哥讲的 黑命贵的示威游行 而所到之处呢 百货公司 精品店 门窗 全部被砸碎 物品也是一扫而空 但是警察不能管 甚至也不愿意管 所以许多百货公司的商家 这时候就关店 或是大部分人都离开 避难 那黑命贵游行 一直到现在 也还继续进行 我自己的一家店 也有两个黑人进去 Next slide 今年1月6号 根据美国的宪法 副总统主持的 在国会三章主持 总统选举必须要认证 由Congressman Congress和Senator 来认证 一早在Capital 就有几十万两派支持的人马聚集 在山庄 那右派的是支持川普的群体 为了认为说是 为了宪法的权力 要阻止民主党 用不当的手段 来偷取总统的选举结果 不幸的与 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群众 发生冲突 而造成五人上面 其中一人是执法的警察 民主党及有心人士 就利用这种事件 大肆的宣传 大肆的讨伐 说 各位用词可以看 Storm的Capital 好像是暴风雨一样 变成Insurrection 好像是叛乱 最后变成是Riot 是暴乱 然后最后的用词是 Democratic Terrorism 就是国内的恐怖分子 这个两党恶斗 由弹劾川普 及拜登的上任后的 1.9兆的疫情纾困金 展现无疑 赤裸裸展现在民众的眼前 1.9兆 各位要知道 如果一天还1000万 要500多年才可以还完 也就是为了买票 再留子孙 那美国的变化 其实现在变化蛮多的 2021年 在学校的学生 有色人种的学生 已经比白人还多了 到2040年 有色人种 全体的有色人种 已经会多于白人了 那我请各位 如果有空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Michelle 他写的Culture of Corruption 也就是说文化的腐烂 这讲的是奥巴马总统 他上任 大家认为他是学校 学者出身的 应该他的团队很青年 可是六个月之后 他的团队旁边 全部都是金融 都是建筑 是人才 那我另外一个例子 Clinton的Foundation 他在上任前 Clinton总统的Foundation 只有500万 到八年结束的时候 已经有五亿八千五百万 这个是合法的 但是实际上 Corruption可以由这边看出来 然后另外一本书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 就是Rome wasn't burnt in a day 罗马我们知道 不是一天造成的 但是罗马的要烧掉 也不是一天可以烧完的 所以总结美国分裂 由现在的极左派 其实是社会主义来掌控 那也就是等于是共产主义 在经济上是走社会主义 但是在自由行为上是所谓的个人主义 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 那集共和党的偏右派的爱国主义 两边在争夺 所以美国的分裂情形非常的可怕 那回来 台湾的状况也是 可能我们有点相同 去年的国民党选举 蔡英文蔡总统 可能是因为香港事件的帮忙 所以本来民调比较低 但是最后得到80%的选票 赢得了总统和立法院多数党的 执政党的胜利 那大家可能很清楚 国民党其实现在是由江启臣 主力人 和以等于本土派的年轻人来掌政 但是我们看到韩国 以赵少康好像似乎 这两个深蓝偏红的 似乎要来争权 结果怎么样 大家有趣好看 我在这边要提一下就是 New Power Party时代力量 它是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的成员所组成的 2015年成立时代力量 然后就参选 到现在是一个关键的少数 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另外台湾其他党 如民众党 柯文哲的 也是大概跟时代力量差不多一样 占56%的支持力 激进党不用讲 我要提一下就是统促党 这位是由白朗 白朗先生 白朗是江南命案的主角 他逃离到大陆 几十年 被共产党收买 摇身一变成为统促党的总裁 回台湾 尤其在中南部吸收 无资的年轻人 那至于亲民党 是宋楚瑜的 还有新党 其实现在已经都泡沫化了 Next slide 这个我是 由我们Dr. Lau 他演讲里面的图 我把它借用 下面浅蓝色的 就是我们一般的台湾人 普洛大众 可能对政治 并没有很有 谁当头都无所谓 然后左边是 是台籍的买办奴才 右边那绿色的是 等于是 台湾人运动的领导者 然后中间 Dr. Lau说是冷漠的精英 其实这个冷漠的精英 可能是他有他自己的兴趣 Next slide 我们台湾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由过去来看 我们的前总统 李登卫总统 他提出两国论 然后陈水扁总统 提出一边一国 李秀莲提出中立 现在 由1994年 每年李总统 都托有人 希望在联合国里面 可以重返联合国 在他的总务会里面 希望是能讨论 一直到1999年都没成功 然后陈总统的时候 就用中华民国在台湾 也是继续向联合国的 我们根据我们的国际法 Folkheim的江永芳博士 一定是要成为另外一个国家 也就是台湾国 而且提出的申请 是向安理会提出 也就是必须成立台湾国以后 才向安理会提出 接下去我要跟各位 再继续讲的 我们前辈里面有 彭明敏 非常有名的 彭大哥 他也就是台独的 我们可以说教父 他以谢聪明 以魏廷朝 那时候提出 台湾自救运动宣言 他本来是一个台湾的 青年才俊 但是因为提出这个 被判8年的刑 然后在狱中 竟然能够成功的逃离台湾 另外提出了一些 就像蔡同仲 他也是由美国回去 最后参选 然后当过立法委员 然后我要特别再一提的 就是孤宽敏 这位台独大佬 他现在已经应该是97岁了 但是他还是一直希望说台湾能够独立 所以在今年初 还组织一个台湾新线联合阵线的会议 那我相信在座有几位都参加 我们江爸爸也去参加 另外我要提一下就是 像朱利润 他也是由美国回去 虽然他是国民党的 不过这也是一样回去参政的 那我非常也感谢我们这里面团队里面的 像Dr. Lau 像Martin Tsai 也是一辈子为台湾的独立奋斗 我们由前辈的台湾独立的奋斗 一直都没有成功 所以我看到二三十年来没有成功 那Lawrence Kow和谢永伦博士 他在前几次的演讲非常有创意 永无止境的台派轮选取 这个似乎是我们听了到底要流泪呢 还是怎么样 因为就是说一直台湾独立的这个斗势 一直都在巡回 一直在巡回 像现在我认为他可能是看到 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进展 那他们要表达的声音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的话 就是维持现状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们要思考 我们在做的 在这边大家团队要思考是 要如何可以突破这线转 有以上的那个Dr. Lau Curtis Huang 还有江永芳 这个是Forten的 International 国际宪法的专家 他们提了几个常常发表文章 那有可以参考的国家 比如说新加坡的独立 爱尔兰的独立 还有那个Portis 海的三小国的独立 棉马 棉马的翁山苏姬 等等的事迹 然后我自己出一个很小的国家 就是东地摩 East Timor 他们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我顺便提出给各位参考 就是苏格兰 公投没有成功 魁北克 加拿大的那个公投也没有成功 然后巴斯洛纳 是西班牙的公投也没有成功 香港当然最主要是 那个他现在等于是 是没有一点自由都没有 所以他们这几个国家 虽然环境 跟我们不尽相同 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值得 我们台独斗士的借进参考 Next slide 台湾到底要何弃何从 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 台湾2300人实际上都分为 大致上可以分为台湾独立派 像我们还有中立派 可能有一小部分人 还有一些是希望在回归大陆 那也有人主张是希望是说成为美国的州 或是成为美国的属地 但是以目前来看是维持现状的最多 至少有大概六七十percent吧 我个人认为这样 但是前面已经讲过了 维持现状是不可行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找出路子 找出突破这个路子 我个人的愿景也是这组织 我希望我们这个group的愿景 就是希望台湾人能和平的 抬头挺胸的走进国际社会 推销台湾经验台湾文化 像新加坡人或是德国人或日本人 那我因为我个人是演唱的 所以我就选两首 一个是福尔摩沙宋 有政治人医生所做的 另外一个就是 萧泰然台湾崔青 来代表我们的vision 我马上调一下我的 OK 我现在请钢琴 尤老师帮我们伴奏 来 请 萧泰然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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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建立和平 能够自由 能够很光明正大的走入国际社会 我们的使命是怎么样 当然就是台湾独立 我们的目标 我个人有短期的目标 大概是2022年 希望说我们政府的公职人员 还有一般的台湾人 愿意为台湾奋斗的人 能够有关键的少数 大概也就是20% 2080原则 到2024年 我希望就是县市长 还公职人员 还台湾的一般民众 可以有多数的人 可以愿意为台湾的独立运动奋斗 那长期的就是2028年 我希望在2028年之前 可以举行台湾独立公投 希望能够成功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 我们支持的一个台湾意识 台湾国的总统能够当选 这样子才可以成功的推动台湾独立 Next slide 我们组织的策略 由刚才的谈的 就由上而下 我希望是由总统立法院 县市长等 由他们来推动台湾独立的运动 这样子会事半功倍 那由下而上 也就是经过我们的教育 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独立公投运动 建立台湾国的基石 那第二个策略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组织联合阵线 就是大家每一次都在做 就像我们顾宽敏前辈 还有台独联盟 还有之前的民进党 其实也是因为有党外的组织 然后才成的 但是我希望就说 由这个软性的联合阵线 变成比较有组织性的 台湾独立的组织 奋斗的组织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定时的主办 台湾意识相关的主题 不管是用虚拟的 或实际现场的研讨会 就是像讨论香港事件 它的发展对香港的民众的影响 再来利用社会媒体宣传台湾意识 当然这个又是牵涉到 我们的power和money matter 如果今天我们有钱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有钱 但是我已经又由掉到最下面去了 因为2020年疫情的关系 我等一下会稍微很快地待一下 那再来就是由教育来着手 希望能组织青年及草根成立的 我们在教育民众或在设计包装 我们台湾独立的好处的时候 一定要考量到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它基本上是由最下面的生理需求 然后第二层次的就是安全需求 再第三层次是埃及归属的需求 其实这个层次通常是占一般人的60% 我刚刚讲就是说我的又调回到2312 因为2020年的疫情 把我20年来赚的钱一年就赔光了 所以我现在又回到最基层的那个层次 那在上面的第四层就是自尊的需求 大概如果含上这个大概有80%以上 要在最后一层次 我相信在座相当多的人就是自我实现 大概10到15% 自我的理念要怎么实现 这样子 所以前述台湾人 其实普罗大众都是在生理安全 及爱及归属 这个下面三个需求 层次 要怎么样执行这些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策略呢 我极力推荐 就是说或极力希望我们执行的核心人员 能够登记参选 那用太阳花运动的当作一个模式 2014年太阳花运动 2015年主党成为时代力量 现在已经是关键性的第三党 大概占6%左右 那就可以左右立法 那这样子 再下去的话 就是希望我们讲的有一个联盟 用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也就是必须要有money and power 然后甚至可以说包装 把我们台湾独立的好处 包装成让年轻人 让一般人 希望说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果实 将来会可以享受这种果实 然后我们必须要举行所谓的conference 或forum研讨会 等等 我们提过 比如说如何避免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 不一定说一定要讲说台湾独立研讨会 如何避免台湾成为第二个香港 这年轻人其实以我的观察 去年的选举 那蔡总统会得票率那么高 就是因为香港事件的刺激 所以我个人对这一部分看法相当乐观 也就是年轻人有相当多的60%以上 都是不需要变成中国大陆医生 那所以在这研讨会里面 可以找到年轻人 那可以变成我们的推销的种子 也就是台湾独立青年的团队 然后可以变成什么 散布我们台湾独立的意识的一个种子 那如果能够吸收学校教授的老师 加入核心策划资讯的小组 这台湾独立意识将会在学校 在学生整个社会年轻人及后代 升职他们的心 Next slide 我的conclusion就是台湾到底要往哪里走 当然是一定要举办台湾独立公投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 以现代社会来讲的话 你只要公投成立 那台湾独立的公投如果通过 那再来宣布台湾独立 这样子就可以让世界各个其他的主义 都能够赞同 那我这边当然特地有两个图 就是左边这个图 也就是刚才讲的那个Dr. Lau的图 也就是台湾的人民的结构 右边是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如果说这样再一看一下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他等于说6% 其实刚好就是我们左边的2% 所以我们团队的核心人物 就是像周会长江爸爸 我虽然如果以英文来讲 You have to know how to sing 也就是你要怎么样唱 让观众让其他的人能够鼓掌 共鸣引起共鸣 那如果说我再进一步 假设这主持人或是核心人物 能够指挥交响业团 那演出的震撼力将会五眼福建 引起全球全世界的共鸣 那我希望 同时我希望台湾人 虽然是我们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能够多宽容一点 能够鼓励大家多尽一点责任 能够把不同的意见 把它稍微摆在一边 多多谈我们台湾意识 台湾独立意见 多多鼓励大家能够帮助 造福下一代的台湾人 最后我要再用这个气管的来讲 我们做事情一定要Smart 要聪明一点 Smart在英文里面的第一个字 叫Sustainable 就是一定要能够长远性 第二个AIM就是Measurable 一定要能够随时评量 随时回去评估到底 我做的事情有没有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进展 要Accessible Accessible就是要实施是否合一 我的做法是不是合一 我们的时代 然后要Resourceable 要有资源 是不是金钱足够 是不是可以支持 我们开我们的Foreign 是不是可以提供免费的餐点 让人可以 让这参与的人可以享受一下 这种就是 我们要考量我们的Resource 然后我们推销的人员 是不是如果今天金钱够的话 我们可以办更多场 最后当然希望是Tangible 就是必须要能够明确的 要能够我们让大家都到时候 都能够有享受成果的 所以我在这边 希望我们整个团队的 所有的作为 都是能Smart 也是希望2028年 是台湾独立运动成功 完成的10日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就到此 如果说各位有什么意见 欢迎来随时E-mail给我 我们来讨论 那我再次祝各位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非常感谢范增昌博士 我们现在进行一个广告 然后回来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他讨论 那两位演讲者 可能到最后 假如你们想要再补充 有人的问题的话 我们那个时候再补充 好 我们现在进入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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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台湾不如买台湾 买台湾的话不如同化台湾 什么叫做同化台湾呢 就是说当你在这个执政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把这种价值带到类似于接近中国的一种价值 什么样的接近中国的价值呢 就是说不诚实啦造假啦作弊啦 然后如果遇到别人质疑的时候就封存啦 然后或者是说如果我是一个中共的高层的话 我会选择一个本来就是看起来就是红统的那种思想 例如说韩国瑜 例如说赵绍康这样的人去代表我统战 还是其实我选择一个貌似台湾人 例如说一开始讲自己是墨绿 然后讲说蟑螂蚊子国民党是我最讨厌的 可是到后来他就开始讲什么两岸一家亲啦 然后开始说到了世代运的时候 那个手册出来有一句叫做Chinese Taipei is long and narrow 这样子的人去代表我 然后或者是说我选一个那种讲说中华民国绝对不会是罪字 然后这个蔡熙会挺诱惑的这样去代表我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家必须要比较严肃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像我自己的话我在这里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宣传台湾 例如说其实欧洲人很多都以德国人 可能不知道他们隔壁的荷兰曾经殖民过台湾 然后或者说台湾其实跟欧洲有一个蛮密切的关系 因为是葡萄牙人可能发现的嘛 那所以说这些东西我都有在分享 而且就是在讲说台湾其实有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文化像是那个白话字的圣经啊等等的那些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我讲这个的话 常常有时候你会看到像什么Chinese Taipei这种long and narrow 或者是会看到说我那个中华民国 然后中华台北已经是证明了什么之类的 这种东西我会觉得很灰心 因为我们的努力就等于说被那些政客 被那些执政者就是扯后腿 而且抵消的一点都不剩甚至变负分 所以说现在有人在讲说抗中保台 可是到底是谁在抗中 或者是说他是真的要让这个国民党倒 还是说他就不要让国民党倒 以至于他能够继续卖这个芒果干呢 所以其实刚刚那个范博士提到说 那个817万票当然他刚刚讲了说80% 应该是57% 只是说投票率特别的高 是这个原因这样子 所以其实整个的那个还是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这样的选择 其实就是我觉得 有时候大家就没有弄清楚 就是说被那种抗中保台 然后被那种芒果干的这个来迷惑 那以至于其实没有发现到说 我们的敌人说不定就在本能四 这个是我必须提出一个非常严厉 或者是说也就是说非常认真 严肃的一种提醒 就是说大家可能要去对焦 说我们要点燃革命之火 当然范博士他也非常的务实 他说透过选举 就是让我想到上次 毕节目访问那个黄月红社长的时候 他也是说你们那个制限是幻想家 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自己应该要回来从那个选县市长 从地方包围中央这样子开始 所以其实这个当然选举获得权利 这是一个 但是其实我觉得说 最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提出这种要选举的人的时候 他如何能够去做到 就是真的能够坚定他的理念 然后不为意又不为事解 不会说很快被摸头 然后说就妥协自己的理念 这样子其实是蛮重要 即使真的要妥协 也不能真的走向背叛 背叛的道路 我说的是背叛的道路是说 像现在呢 其实有很多 其实是很轻忠之举 就是例如说 就是这个什么 数位身份证这个东西 其实就让解放军夸赞 因为你就是跟人脸辨识 他们那个的价值是 慢慢在一步一步接近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我们必须要很认真去思考 说我们在接近 就是怎么样获得权利的同时 我们也要就是去想到说 我们之前跟高松的演讲当中 提到的那个跟怪物战斗 不要变成怪物 然后甚至我们也可以去学习 像蔡同学那种方式 就是我们去渗透他们 然后慢慢去把他们变直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方式 就是蔡同学会我两多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要分清楚说 现在在的那个是 我们只是说不是这么好的一个队友 租队友还是说其实他根本就是一个 其实是敌方 就是党国他们系统弄进来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异形 慢慢在吸干大家 然后慢慢再让大家走向这种妥协 甚至跟中国越来越价值同化的 这么一个道路 所以这是我就是提出来一个 小小的看法跟大家分享 那么谢谢各位 谢谢云伦 OK 那那个在下一个人要开始之前 我要提醒一下 假如你的麦克风是开着的话 请你把它关掉 OK 检查一下 OK 我们第二位 我们请高玉琳在Australia 来跟我们讲评 这样听得到 听得到 OK 欢迎来到高坦库的聊天室 我稍微打断一下 那个范博士 范博士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没有关掉 OK 谢谢 谢谢范博士 还有谢谢两位主讲人 还有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还有谢谢大家给我打广告的机会 不过刚刚只有两秒钟的打广告 不好意思 我和云伦就是有做这个广播节目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再打一下广告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每周一和周四 台中华台北时间晚上七点 你就可以上网来收听 OK 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要讲的是鲑鱼的故事 中央社17号综合报导 最近日本回转寿司店推出谐音梗的活动 许多人用上一生只有三次的机会 来改名字叫做鲑鱼 所以我们台湾家三百多只鲑鱼 都有身份证的 在头上 我看这个新闻 还好啦 但是没想到整个台湾的媒体 都跟着一起在疯狂报导这个鲑鱼 那我不知道说在台湾的乡亲 就是我们之间也有人改名叫鲑鱼 但是我刚刚看的这个名单 好像没有三门鲑鱼这个字出来 所以我们可能都没有改名 拜托勒 就三百多个人 为了要力争上游 前往湖镇事务所去变身成为鲑鱼 然后媒体就开始来爆爆爆爆爆 爆到什么样的地步 我给你讲 其他更重要的新闻都被边缘化了 比方说 某位立委八千元 包吃包住又包穗 这个事情就不用再追了 OK 然后还有什么呢 前台大新闻所的所长 也是教授彭文正 跟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 与蔡英文总统论文门的案的毁谤 告诉 在进入证据调查以后 咻 有人变不孙的 报告都要换掉了 我给你看到的 这跟阿兵的案件也差不多 结果台湾的媒体 没有人要报 像什么 政经传媒 雅虎奇谋 还有什么 还有风传媒稍微报一下 这样子 阿兵的新闻那种挤到边缘去了 这个跟鲑鱼比起来 台湾人好像更看重 那个身份证换成鲑鱼 这个字是不是 所以我们台湾人是不是都被弱字化了 选择性报道以外 还有这些所谓的意见 意见的领袖 他们很喜欢玩戒东风这样的游戏 什么叫做戒东风 就是把风向转成他们喜欢的 或是说趁热度 为什么我这么讲 因为中国时报3月21号又报道 有332个人为了吃免费的鲑鱼改名字 然后连外国的媒体都在报道 BBC也报道 OK The Guardian也报道 OK 那大家在讲说 这是今年度最赞的新闻 这个根本就是台湾之光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人就说 因为这种就是嘲讽的 然后也有人就说 没有啊 这少年人做了做好啊 我姐律师 叫做林志群 他就在他脸书发文说 那些嘲笑鲑鱼工的人 我就不相信 Tesla如果改名字说 Tesla说你改名字 就送你一辆Tesla OK 那你会不会跑去自动事务所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价码就可以买 就可以把你的名字改掉 但是呢 依照这个逻辑 他下一句话讲的就更不通了 他就讲说 不过如果中国给我上海一栋房子 那我还是不会改名 莫名其妙嘛 你的逻辑前后 没有一致 我看不出来 我真的看不出来 所以我必须要讲说 如果你的价值观是这样子 如果台湾的价值观真的是这样子 我真的会很担心 证明自线走不走得下去 你要证明 OK 你要怎么证明 对不对 为了吃一顿免费的饭 然后就可以改名字了 更何况呢 我们的再上位者 就是我们的蔡英文同学 或是蔡英文女士 OK 他论文的名字也改了很多啊 有没有 他这些都改了 全部都改了 对不对 他价码有没有到 有啊 就拿到学位了 然后这里就可以做什么呢 在民进党里面呼风唤雨 继续做民进党的主席 真的很不好意思这样子讲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上面的人这样子做 下面的人也有样学样 所以台湾真正要改革的是什么 教育 价值 道德 全部都要改成 正确一点 你要往正确的方向去走 你要打架 然后你要来立新 你必须要来找 你必须要来走出一条台湾的真正的活路 而不是说为了一个价码 有一个价码就可以把你买得动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买一下台湾比较简单 就像曾博士说的 还有的 骗台湾也比较简单 我骗你说 来啦你来那个什么 你放弃证明自线的运动啦 你来上海啦 我一栋房给你啦 一栋留我房给你啦 然后再加在这 Tesla的车啦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就OK了嘛 所以其实 我觉得支持蔡英文女士的台派朋友 这是你们要的证明吗 这是你们要的自线吗 这是你们要的政府吗 因为你这个根本就是在扼杀台派嘛 OK 那所以我其实只是想要讲 有人会问说 那这样子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你在某些议题上 你要独立思考的空间 你要能够学会真正独立去判断 什么是真正合乎台湾的价值 合乎台湾真正的 未来的好处 那你要在某些议题上做出选择 比方说藻礁公投 这么重要的议题 也没有要报了 对不对 那藻礁公投 你当然可以讲说我反合适 但是我保不着交 事情没有什么二分法 没有那么单纯的 没有说我一定挺民进党 那我就一定要挺他们所有的政策 那我就不能够来批评他 或者是说我一定挺台独 那我就一定要来骂韩国瑜 然后我其他的东西都不行 对 韩国瑜的价值观 跟我的价值观不一样 但是对的就是对 错的就是错 这就是我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谢谢 好谢谢高玉琳 从澳洲来跟我们评论 那我们下一位 我们请蔡明峰先生 Martin 现在请你讲话 各位大家好 我是蔡明峰 我有两个博士 一个是要唱到 一个正面峰博士 第一是说台湾有以色列要怎么防卫 以色列战法就是冰防 社防 国防 接着几会 全民接兵 这些政策 台湾是有力 有力研究 有力模法 然后我听到这个 范博士就是说 你知道我说去 台湾 我们的验证是要怎么办 我觉得台湾 要怎么认同 还要怎么来 促进 我们台湾的 这个台湾意识 还要防止 这些 关闭工的博来 健康的 这个颠覆就得到 我才不得 就这样 好 谢谢 明峰兄 你有那个问题 所以 我们到结尾的时候 我们再请这个 曾博士来回答 OK 看他还有其他的问题 OK 再来应该是 黄庆宗 但是黄庆宗 他说没要说 OK 好 麦可怨 杨明浩 杨明浩先生 请你说 请你说 先给你 不好意思给你经验 谢谢 牛啦 我的老师面是 我的医院 这些是已经 谢谢 我已经不要去 这些大家都会 不对 这些名字已经 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这 北公这些 就是说 跟我们的名字有关系 台湾是什么名字 我先说 我可能没说过 我这些名字 在美国要借名 你要去欢迎 去跟 我管说 你是怎么要改名 他要给你尊课 所有的政策都要改 我说 我就是要为一个尊重我的母国 我的 heritage 台湾人的名字 就是 用台湾味来欢迎 所以是牛啦 Y-E-U-N 本来 我的老师说 Maybe Y-O-O-N 但是 很多香港人都是用Y-O-O-N 他们的牛 所以 这就是 Y-E-U-N 有可能 比较快发音 有的人都会说是 Y-E-N 所以说过过就知道了 所以我 我好建议 在台湾人 还是在周围 台湾人 台湾人 如果看到这个名字 他们都会不会发音 在周围 外国人 外国人的意思是说美国人 你要说一次 他们第二次就 OK 你怎么说就是 呃 像纹纹 好像辣过那个纹纹 又像是纹纹 说到这 这类名 台湾的名 是 虽然那些名字很重要 我们都知道 你们的名字是什么 这个国家的名字 没得到几个名字 你幾個名字的時候 結局是沒有名字 現主席台灣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其中最重要就是說 台灣的問題是國際的問題 剛才有說到說獨立公道 這是反佛叔說 我沒有贊成公道 我的意思是說 公道是可以公道 但是公道是 我這可能沒說過 公道是獨立醫藥 人民去用刀票來endorse 來戰勝說這個公道 這個所謂證明好 這說雖然是建國 建國 主人那個建國是要建什麼國 就是建台灣國 那個事情 人民來同意 所以要刀票 來endorse 說這樣好 水上這個理由是怎樣呢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獨立的國家 台灣主管應該是台灣人的 我們各位聽好 應該啦 現主席 台灣人沒有去判斷 台灣人沒有說我的國家叫做台灣國 你的政府 所有你的政府是我們所有的政府 譬如說中華美國在台灣 還是台灣中華美國也好 還是中國台北也好 還是中國台北也好 不管他什麼名字 都沒有結論嘛 這都沒有這個政統性 因為有中國在那裡 因為中國在那裡 那個要拿掉 那台灣人要說這是我的國家的名字 但是這部要怎麼做 就是 我想是這樣啦 使用人民的力量 大家要出來 一個很大型的運動 來講我的名字叫做台灣國 這個人來講到 隨時選定是一個而已啦 不可能有其他嘛 這是我的方法 啊 可能 這說的很簡單的款啦 但是要做到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有困難 這個困難是對 他剛才有說到 我想 這個高先生 羅倫斯 郭尤林 他有說到 高校要政客 我們還有高校咧 我們的高校咧 是在中華美國的高校裡面 那不是 現在如果我們去 我是沒有啦 我可能要請到台灣 我們看到台灣人 台灣中學 修學 學中 還是說台北的課本 是在修台灣的 歷史 還是台灣的歷史 做的地位 是怎麼修的 那些是都沒有政客的高用嘛 台灣的問題 國公得回來是國政問題 因為中華美國來台灣以後 還是說中華美國來台灣以前 所以想台灣就是日本的一部分 我們都知道 日本一直要跟台灣變成他的一部分 所以 我們台灣人那時候可能沒拿日本的好處 但是日本已經是要跟台灣看著他很接近 我們記得台灣人有選日本的議員 選日本的議員去日本的國會 所以台灣人的國會 應該是選日本國的國會比較得到 但是中華美國來 以後我們就送出選擇這個國會的機會 當然本來就沒有選擇的機會啦 日出給台灣人沒有選擇國際的機會 到今天要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說了 超過五分鐘沒有 來 江先生 你就給我算時間嘛 現在差不多剛好五分鐘 你如果準備再做一堆堆的結束 好 我想跟我們結束 這都是政治問題啦 我們來交易官沒有在我們的首長嘛 剛才我們反博師說的 我們這個經濟 你的錢要怎麼來 是中華美國要給你收稅 人家在交給這個揮法 我來政府官 要給你收稅 給你挑稅 叫你去做兵 去做中華美國的兵 我們要沒有一個台灣國的兵嘛 aquilo是中華美國的兵 那問題 這個中華美國的兵 沒怎麼要轟遇台灣 那個中華美國的兵 中共也說過他不要崩潰台灣獨立 不要崩潰台灣獨立 這種問題、這種說話在台灣會通 在全世界不可能會通 一個國家如果有獨立 可能這個中共會說這個話 這不判國要怎樣 所以這些問題都是教育問題 這教育問題我們無法當控制 到我們有那個政府出來以前 無法當控制跟這個交友創合水 只有就是要從彼此來 這是我的看法 當然有一個希望 這個希望已經沒了 以前大家都反省說 我們以前全民派台灣人的總統 會把台灣變成新的獨立國家 看到這裡好像沒有 隨時台灣就是應該獨立國家 那是民進黨一直在想 一直在反省說跟台灣跟 中華民國救助會跟威勢頂合 可以這樣騙過 騙台灣人 那現在騙不過啦 不可能嘛 這是法律的問題 美國的總議員還是參議員 在討論說要向台灣 不可能嘛 中華民國搖在那裡嘛 雖然那是假的 但是他搖在那裡 要怎麼把他拿出來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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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 再來是我講話五文精 但是我看蔡文朗 好像一直在討論 所以我們現在請蔡文朗 來講五文精 蔡文朗 是美國 全美台灣東鄉會 中西部的理事長 他第一次來 所以我們歡迎 希望可以 大家可以接著來 跟我們說你的意見 大家請你開始 你把聲音開開 好 大家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有 有 有吧 好 大家台灣的國內鄉親 大家好 我是我協助文精文 新郎的法文龍 目前是中西部 副理事長 這個會 我們叫做价名 責任 這兩個价名和責任 是兩項東西 就是兩項東西 相負相性 兩個 負傷都有關係 我們如果責任可以過 我們整個責任 都很好順利 很好做 但是這個責任 因為一部登天 一部 很不簡單 我們三十多年 要再發 發發的 現在也沒什麼 有一個責任的 實質的結果出來 所以責任這個東西 是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 不是說 很容易可以達成 啊所以啊 這個 這個目標 叫我們這個 目前的 處境 中方呢 我們就用价名來填補 那像那一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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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价名呢 比較像這個 啊 這個責任那一堂 所以我們可以先說 喔 台灣有政 喔 在中華有政 改造台灣有政 這不是 啊 概覽的問題 啊 旁邊以前 我都做過了 喔 還是 麻煙球 還要改代 啊 這 這種的東西 喔 我們可以做 啊 所以我們 如果在這個 這件 要不成功之前 喔 啊 如果說 這件 我們30年 30年裡面 我們沒有空白 我們說 喔 我 中華有政 我有改過名 喔 啊 來這個 法航 我們改造 吉他的名 對不對 喔 我們也有一個 選擇 啊 那時候 我們這 當時 大家 比較不會 上智 比較不會 大家 大家 算不上去 啊 所以 每一堂 我們有啦 有一個 選擇出來 還是 每一兩堂 有一個 選擇出來 喔 可以 鼓勵 我們大家的 當時 喔 啊 這邊 嗯 台灣有政 啊 後面這個 法航 這名 哦 啊 現在來貨舊 請名 哦 啊 現在來 TECO 請名 哦 這個 自臺灣 自那個 美國的 那個 都把冰箱 蓋車帶 仔細 一步一步一步來 啊 這整個都改過了之後 表示說 八神爺的 臨東感 越來越增加 越來越增加 啊 到 到 水到 騎乘啦 水到 啊 這個騎乘 啊 來的 這件 反正 我們 很容易的 過關 所以 所以 這兩位 贈名叫 借仙呢 那是 兩 啊 雖然兩方 兩方民 但是互相 互相 相輔相成 哦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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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借仙 很重要 啊 贈名 互相 很重要 我們不能說 哦 我們整個都來這件 啊 這個 贈名 沒去 沒去 上 上 所以 這個 這是我的看法 啊 所以 我們的 目前 實在可以做的 實在可以做的 第一步 我是說 這個 台灣 友情 這個 中華友情 跟台灣友情 這個 比較 比較 短短 還沒有 國際的 那個 注意 的 注意的方向 阿強 比較不會 那個 所以 這個 可以改 做 這個 啊 改過來 我們美女 還要檢討 這個 哦 我們有什麼 生育 有啦 我們台灣友情 已經改過來了 對嗎 所以大家努力 沒有浪費 哦 啊 你啊 你啊 一直說 要再現 啊 一天到晚 一天都在 再現 再現三十多年 再現 再現一天 沒有再現 沒有再現 那是一個目標 那目標很高 但是不容易 不容易用一個手就 就在現 啊 啊 可以用證明 來填補 這個中華 這個 這個過程 之中 我們就改這個名 我們就改那個名 我們就改這個名 大家 大家慢慢的 那個 遺跡我們的意識 啊 你的時候 告示戒嚴 會更簡單 所以兩 兩邊 兩邊都好 那是我的看法 啊 大概是這樣 嘿 很感謝蔡文朗 李樹頂 跟我們說這個話 哦 OK 啊 我們請 啊 張明信先生 來跟我們說這個話 哦 你不是第一次來 已經來過兩三次了 每次都 點點的聽 所以我們這次 逼你就要說話 OK 其實今天 我是說 我講幾句 今天實在很感動 我今天 我們長島 我一個美國人的朋友 因為最近 我們有一些 一個亞洲人 去用攻擊的案件 所以很多人現在都出來 在替我們亞洲人 當美國家 發言 啊 今天我一個美國人的朋友 他保護身 他自己 辦一張 啊 出面 替我們亞洲人 啊 爭取說 我們 應該 不可以 不要吵有歧視 我一般 我這樣 啊 發表上的政策 啊 我是感覺 我們盡量是用行動 去改變說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所以我盡量有機會 我都會辦這些活動 我們現在 線上這些 我們紐約 包括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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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都用 台灣 這個名字 辦一些 的 那個 玩 這個 那 那 其實 那 不是 就 我們台灣人社區 其實 90%的 我的 那 是 美國人社區 因為我們長島 這 真的,台灣人社區比較少 我有機會可以幫一般都是 和美國人的團隊做的幫 我也跟他說,我們交比較多美國人的朋友 在台灣、台美外交還是有幫助 不是跟這些社區而已 我也會盡量和我們黨的官員 和柯林聯邦的官員 我會有機會和他們接觸 我會盡量和他們接觸 不一定是和我們台灣關係的東西 畢竟我在美國這麼大行 有一些社區 我跟社區一樣的東西 我都會和他們做溝通 所以實際上我不太多美國的政治人物 甚至上星期 我有請我們台裔的 現在國會的眾議員 一個就是我們紐約的Gracemont 一個就是加州的Tenru 還有 Codactica的Tenry Journal 的William Tom 還有我們未來的一個年輕的 小孩子現在要進選 巴士頓市長 叫做Muchel 我上星期 我有辦一個活動 他們都有說到說 他們對我們亞洲人 競爭域 競爭域 競爭 實在說人家不錯 但是實際上 那地方 好像我們 畢竟 這裡都是我們台灣人 還是台灣第二代 的 酸 這個 這個 那個 應該我們就要多多支持 但是我感覺 我們台灣人 我去社區邀請的時候 我敢不敢來參加的人 比我想要少 當然 這禮拜 我們有 有一個很大的案件 現在 很多台灣人都知道 社區 亞洲人向起勢的嚴重性 現在大家都熱心出來了 我現在又 我相信一定百貌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一般 普通是 不可以 大家說 大家都知道這個議題這麼大的時候 我們就要參加一些不一樣的社團 跟一些美國和朋友 其實我們應該普通是 我們社區 我們有一個意義 就要說 我們就要貢獻社區 和我們社區培養比較好的關係 其實你交比較多朋友 他慢慢就知道 我們當然是台灣人 我們也希望看他來關懷 我們台灣的這些 一些 大陸對我們 沒有公平的 待遇 他也替我們挺身 出來 標權 甚至做一些事情 甚至 我 早上 那個 阿蘭塔 的 眾議員 他本身不是 不是華人 不是台灣人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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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人 阿 他 白國 晚上 美國 拜登跟副總統 都去招責 都跟紀貴民 因為我 這幾年我都跟他 因為他們 學生 我是 遇到槍擊案件過世的 阿蘇塔 他 這個我覺得很可憐 所以他出來競選的時候 我都一直都支持他 因為他也知道說 這個案件 對於我們亞洲人 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甚至星期六 早上他都還有打電話 來跟我做一點交流 看我的意見 我覺得 有美國人的朋友 像這樣的朋友 事實上 我們台灣是 很有那個需要 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 我鼓勵我們台灣人 在海外的台灣人 有機會就多多參與各地社區的活動 不要 就只有參加我們台灣人社區的活動 多交一點外國人朋友 到時候我們需要他幫忙的時候 他們都會挺身出來幫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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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我第一位參加 班西 我是說 聽一種味道 讓我聽一句 好 這道讓我聽一句 好 這樣 OK 澳大利 澳大利 如果參加了你一定 都要再說話 我看看 OK 好 好 好的 再到有兩個人 第一篇就是我 wash澆娘 我要說話 我來說五文精 第一篇我要說的 就是最近在台灣 有這個鮭魚之亂 差不多有100位的台湾公民 但是那个 有人说是300位 我叫是100位 说去副政事务所改名 为了只要吃免费的鲑鱼 这实在是很粗糙 鲑鱼我们台湾的叫三文鱼 但是报章杂志一直播一直播 很粗糙的 所以我的看法 我还想他一个名字 既然改名对台湾人 这些年轻人来说 是那些猪鼻青帅 就都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无力发动一个 改中发民国 改做台湾共和国 来在报章权监管 给他试试 无力也是很简单 无力对年轻人来说 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这是我永远想到的一项事情 另外一项就是说 两个星期前 李介慕 他在说新的政府结构 他的演讲 我想到说 这个中发民国 来到台湾了后 这么久 都在这里 仅仅在占据 最高的地位 在这里吃喝 什么 让我们 下车的人 有很多 无民主 无法治的事情 司法 都不想改 所以 这实在是 有够方妙 中期的这个 执政的民进党 到现在也是 变成不太想改 这是来 让我们 很熟悉 我们就要 发声 发声 我是 很欢迎 大家 都来 公会 都来 参加 只要是 执名 遮宪 建国的 疑地 都很欢迎 我们这个 座丹会 我的感觉 是有两个作用 今天 有很多人 有说到 我们座丹会 应该要有的作用 我感觉的作用 就是 一项 当然是希望 大家讨论了后 可以形成共识 有共识了后 我们再把 我们结论的 运动 还是什么 推出去 这样才有行动 这样才有力 另外一个 目标就是 在形成共识 以前 我们 大家要出来说 当然 大家在说 大家的想法 是不相同 大家都有 想很久 有结论 所以 这些观点 都很有 计划 但是 只有一点 我想说 要强调 就是说 我们在说 的时候 不能说 别人 的方法 不好 这样 这样才能 保障尊重 后 反正后 我们就会 产生一个结论 出来 所以 在辩论的中间 我们其实也没关系 只要不要 不要太贵 伤感情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是都没有了 所以我 我只是在说 我们要注意这一项 所以我希望 我们这个座丹会 可以参省的结果 就是 更具体的 就是 我们要支持台湾 的价名 运动 价名 运动 不管是 大的价名 像说 这顶新片 改国名 还是 很少行的 小缺姓氏的 证明活动 像社会上 国社团 做这个 改名 价名 这种运动 我们也应该都要 赞成 因为这都是 合作会 作会做 因为 台湾的社会 里面 国中人 不一样 有的人对 社会的 价名 有兴趣 我们就鼓励 他们做 有的人对 较严重的 制限 建国的 事情 有兴趣 我们也是 就要 会合 大家 做会做 OK 第二项 我是希望 在 二空 二十年 可以支持 真正 台湾的人 加入 管治党 管治疑 医院的 参与 所以 他可以参与 一个 一个 社民 台湾 想要 独立的 生 这种人 可以到 要 可以 掉 所以 就会 有一个 气候 在那 我是希望 在 二空 二十年 我们应该 可以 推出 一个 为 台湾 制限 独立 做 目标 的 总统 副总统 的 好 选人 还是 变做 一个 政党 来 推策 台湾 独立 的 事 我的意思 不是说 这样 就是 参与一定 的 条 这是 不一定 当然是 的条 最好 的条 台湾 想要 想要 独立 继续 快 继续 有法 做 没有条 也是 有机会 就有机会 在电视 上 辩论 上 可以继续 来把 台湾 想要 新加 独立 国家 的 心声 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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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70% 只想小确性 那些人 有开始 在想 这就是 我的想法 谢谢 我就是 要说到这里 谢谢 好 我们再来 最后一位 我们要 请江文姬 我们的 工会长 跟我们 讲话 后后 两位 银钢价 以前的银钢价 如果有 留言 我们可以 继续 留言 再来 做一个 结束 工会长 大家 好 非常 感谢 周朝亮 会长 来 台湾 来 替南 主席 主席 叫 非常 好 叫 士气 叫 规则 当然 我们 很感谢 真了 部署 和 范真昌 胡思 两位 部署 精彩 应该 我会把 这些资料 提供 方向 给很多人 来分享 让更多人 听 我也希望 会更多人 来参加 我们 做团队 因为 我这次 整个台湾 我看 很多 我们的好朋友 帮他们 分享 这个 座谈会 其实他们没有 去台湾 我們說他們有聽,有去看 所以有沒有效呢 應該我來看多多消消 我們如果有做,都會有一點點成果出來 因為常常要換政策,我不是說 永遠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是一天毀滅掉的 同樣,我們現在要做建國正民治憲的活動 是一步一步做,如果有做就有希望 如果沒有做可以了,你就沒有希望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港庭 希望很多人來聽來做 希望像泛珠湘博士公、交響業團的指揮 引起大家的共鳴 如果有一個共鳴,再參加,就有希望 這是我對這個活動的堅持 希望我們同志的運忙就是兩百百萬 現在到目前的縮花縮熱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繼續打招 謝謝 謝謝港匯長給我的評審 謝謝 我們兩位演講者要做一個總結 是不是什麼人要生呢? 都可以 是不是 曾苗洪博士要生嗎? 我來 好 我剛才用二十分鐘,很抱歉 來,我現在要跟炒面峰、炒前輩 做一個回答 我现在给你们解释 21世纪的小型是C4ISR 这个C4台湾目前所有的 灰弹雷达系统 已经跟美国的 印太战略中心的 的link16连接 这个要来行的人 就比较少有了 所谓来行的 你如果问那个飞行员 或是所有雷达基地 所有干的军人 干到比较高阶层的 台湾目前 在差不多四年前 五年前有一个叫博胜案 这个博胜案花了25亿 差不多25亿 新台幣25亿 跟美国采购了整套的 跟美国印太战略中心的 C4ISR整个整合起来 就花了25亿 当初这25就是博胜案 我们去查博胜案 这个当初大家就 这什么东西 这个根本都看不懂 为什么看不懂 因为他只是纯粹 把你的全台湾所有 各雷达基地 所抓到的荧幕 敌陆侵的飞机战斗机 全部整合 送到美金的印太战略中心的Link-16 衔接起来 所以说台湾目前的 飞弹环役 完全跟美金的印太战略中心的 C4ISR中心完全整合 我不晓得 刚刚蔡明峰前辈 她所问的 现在 但是这件事情 中华民国的军人 国防部 包括蔡英文 蔡英文也不会想让你知道太多了 国防就是机密 事实上保密就在遮仇 我不晓得 我这样讲 已经整合了 台湾的雷达已经整合了 美金的印太战略中 OK 我讲这件事情 我不晓得这样 蔡明峰前辈 不晓得 好 OK 就这样子 谢谢曾博士 好 OK 现在我们请范博士 来跟我们做最后的conclusion comment 各位前辈 大家好 我个人对台湾独立运动 我刚刚对那个 佣说不赞成公投 这一部分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实际上如果今天根据国际法专家 江教授 Curtis Huang 他们都是主张 如果我们没有改成台湾国 不可能有机会加入联合国 不可能申请 有安理会联合国申请 加入联合国的一席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改成台湾国 除非像缅甸军事政兵 那是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还是由台湾独立公投 由下而上 由人民投赞成票 今天是多数都通过 那上面的总统或是国会 或立法委员立法会 立法院就有机会说 开始 开始 怎样 来 改成台湾国 所以刚刚那个 那个 那个 Yong Yong Yong大哥 我没有听很清楚 您的意思说 不赞成公投 您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谢谢范普出 我记得给你解释 我不是不赞成公投 那个 要公投 我不赞成是说 独立公投 你的意思是说 独立要公投 以后才能独立 所以上海关联 不是这样 因为我刚才有说 台湾本来就是 要独立的 就是独立的国家 这个 到现在民进党的 讲的 跟有理事 他们说就是 台湾已经独立了 那不是这样 他们说台湾已经独立了 他的名字叫做 中华民国 所以 这个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 战略的 这是 策略的问题 你的人民 如果没有人为 你这个国家 已经独立了 你这个人民 你这个人民 他们没法 抵抗 得人 那不是这样 他们 怎么说 这个是 我们的国家 这是我们的一个 家族 我来 一个 共投 一 我来 来 我来 带 抵抗 的时候 你 如果没有人 说这是你的国家 我相信 大家就 搭航就好了 所以 我知道 民进党的 这个 战略上 一个国家 因为你没有国家的宣传 没有国家的宣传 没有国家的宣传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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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ware 你也没同 我来 引渡 独立 因为 人民 也是说 我们不管是立法院 还是什么 一定要安排一个公投 公投是赞成台湾独立 还是不赞成 没有 这个公投 因为这是国家的问题 我们要为联合国 用联合国来 组织这个公投 中华民国的 日本也是非法人 在我的 对 没可能 他自己能公投 就是 联合国 哪有可能 来 引渡 你 要改名 我们 台湾 台湾 今天 没有 我想 台湾人民 如果没有自己出来 站出来 说我要独立 联合国 哪有可能 我们很多朋友 都也赞成台湾独立 但是要他 initial 这个 就是不太可能 以我的 我的经验 是 所以 我想 我没来 一定 我一定 在说 我想 我们的时间 稍微 我没考 所以 尤先生 没可能 可以 后面 找个时间 我们要用 20个分 我没有 我没有 我们可以 私底下 研讨一下 对对对 看 我怎么变得 辞联合国 没可能 叫尤先生 和范博士 两个人 联合国 做一个 25分 到25分 让他们 公开 看 什么人 辞联合国 这也是 一种 辞联合国 总是 我们的时间 都要到了 我们已经 经过 1分钟 又56分 所以 我们的 纪会 是要结束 所以 我 很高 这次 公会 很精彩 范教授 范教授 你 那两条 歌 很好听 尤其 第一条 歌 比较 我听到 好像 都要 考出来 不过 第一条 歌 很有 力气 所以 我听到 国材 很有 希望 我们继续 用歌声 用国众理论 可以立行 台湾独立的 最后的目标 我们今天 如果各位 任何场合 希望我 去现唱 我绝对是 免费奉献 在这边 也感谢各位 收听我的演唱 我当然感谢 我太太 尤老师 我今天 又在看到 我的 很要好的朋友 江明信 非常 非常 欢迎您再回来 其实 我们跟他 都一直在 跟外国人的圈 随时有机会 参加 不过 江明信 我们讲 江老弟 他是在 马斯洛的 最上一层 他不用愁吃 不用愁穿 金钱多的是 那我现在 由去年开始 又降回最下面 三层 所以说 我实在是 很抱歉 你很多的场合 我没有办法 做亲身参与 不过 只要我 我往上提升的时候 我一定会 继续支持你 好 谢谢曾博士 谢谢范博士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 刚好两个小时 谢谢各位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